这个女人名叫布兰达 是一名警长 她正在案发现场停车 看她这侧方停车就知道她科目二是十年前集的格 她今天是来找没有暗示出庭的被告的 她也是这栋房子的管家 但没人知道大门的密码 所以他们只能等专业开锁的人来 布兰达哪是那种等着别人来解决问题的人 她直接把警车开到围墙旁边 爬到警车上从围墙上翻了进去 于是警察们终于进到了室内也见到了管家 管家显然已经没办法出庭了 于是布兰达让警员负责清理现场收集证据 之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 死者的律师来到警局 布兰达从他那里得知 管家虽然被指控杀害房子主人的遗伤 但他不至于为了这件事自杀 因为据他所知 管家已经跟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达成了协议 最后会被无罪释放 所以他根本没必要这么做 晚上检察官找到布兰达 说了协议的内容 检察官一开始就知道管家并不是凶手 而他之所以起诉管家 是想让管家指认他觉得可疑的那个人 这样他就可以展开调查了 检察官怀疑的是三个子女中叫丹尼的那个 因为他之前曾经有施暴记录 检察官告诉管家 只要他说出丹尼的名字 他就可以放了他 可还没等管家说就出了这件事 如果管家被判定是自杀 那凶手的帽子就肯定会扣在他的头上 但如果被判定为凶杀 那他就有权利对丹尼进行调查 这也是他今天来找布兰达的原因 他想让布兰达帮他一把 布兰达重新看了一下 之前管家的审讯记录 他发现了一个疑点 管家煮了个拐杖 一个腿脚不好的人喝了酒以后 能自己爬那么高去自杀吗 很快现场的那个梯子上面的检验结果也出来了 竟然一个指纹都没有 管家不可能上吊以后自己又去擦了梯子了 看来管家肯定是被谋杀的了 于是布兰达对三个嫌疑人展开了调查 警察通过调查这几个人的账户 发现有一笔非常奇怪的资金流动 因为这三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的草包 所以目前为止他们父亲的公司 一直都是由律师管理 而他们每年会给律师支付一笔非常可观的用金 就在他们的继母死后 管家曾经得到过一笔五百万的资金 但很快这笔钱就被转回了丹尼的账户里 而这笔钱转回的时间正好是检察官和管家达成协议的时候 在资金转回以后的第二天 管家就死了 看来布兰达要把这三个人弄到警局来问话 可让布兰达头疼的是要用什么理由吗 幸福来得很突然 这三个人不仅是草包还是惹祸金 他们竟然偷偷闯进父亲的房子 在里争吵起来 最后还开枪了 于是布兰达欣然地把这三个人带回了警局 布兰达说 据目前的推测杀了管家的跟杀他们继母的是同一个人 所以他把两个案件放一起来分析 首先是尹君子二女儿 虽然他在继母被杀的时候正在戒毒所戒毒 但因为继母死于吸毒过量 而在他的房间里搜到了同样的毒品 所以他们怀疑他有协同作案的嫌疑 但律师说 在女人进戒毒所之前他已经把他家所有的毒品都收走了 所以毒品应该不是出自于他家 于是布兰达排除了他 第二个是花花公子小儿子 因为今天他们进到父亲的房子里是他开的门 所以布兰达认为他知道大门的密码 虽然他在管家死的时候又不在场证明 但丹尼却没有 他可以把密码告诉丹尼让他去做 可律师又推翻了这个推测 因为小儿子之所以能开门不是有密码 是在管家死的当天 他把大门的遥控器偷走了 他是用遥控器开的门 于是小儿子也被排除了 最后只剩下了丹尼 布兰达问他 为什么在管家死的前两天 他账户里汇进了五百万 可还没等丹尼说 律师就说 丹尼账户里的一切出入都是由他来负责的 于是丹尼最后也被释放了 本以为律师取得了胜利 可布兰达却说有人已经招供了 因为杀人的不是他们三个而是律师 他的证词让三个人被排除 可正是这些让布兰达确定 律师才是那个唯一有动机 方法和机会作案的人 首先他可以从二女儿家里拿来毒品杀害静姆 他还知道大门的密码 可以随意进出那栋房子杀害管家 最后他还自己承认 他可以随意从丹尼的账户里转账 那给管家账户里打入五百万 之后又转出来的人肯定就是他了 布兰达接着说 他们还查到 就在这三个人的父亲死后 继姆接管的公司 他一来就开始清算公司账务 还打算换律师团队 这也成为了律师的杀人动机 而他杀害继姆的事情被管家知道 他就用五百万收买了管家 并答应他会被无罪释放 可没想到后来管家临阵退缩 想要接受检察官的协议 于是这就成了他被杀的理由 万事皆为例 只有在利益面前人才会失去人性 不论是老头子最后把钱都留给了一个 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的小老婆 还是三个子女之间吵架 竟然想要拿枪杀死对方 都像是一个荒诞的喜剧一样 让人觉得荒谬又可笑 真不知道是做拥有六亿遗产 每天什么都不用做的草包 但要面对各种居心叵测的人更开心 还是做布兰达这种拼命打工 勉强养活自己 但生活却简单又充实更开心